這是我們從奧地理車上面下來的 是以飢餓遊戲入圍 意志及實境節目主持人獎的 ChunChun以及蔡煌汝 兩位今天超級美 一黑一白 就是說不管怎麼樣 我們黑白來 我們黑白拿到衝 今天連節目製作人 都來到現場的後方的主謀 想必今天霸氣磅礡準備是勢在必得 他們跟孫協志 王仁甫 還有許孟哲主持分工合作 將現場的競賽氣氛炒熱到極限 並且適時調動現場情緒 敢讓觀眾一同進入到競賽的環節 節目變得非常精采 有看頭 觀眾的掌聲跟尖叫聲 已經不斷地傳到我們現場訪問區 歡迎ChunChun跟花花兩位女神 主謀不好意思了 兩位女神在這邊 我可能會很難顧到你 因為兩旁連紅布條都掛起來了 是不是請兩位女神 回應一下我們觀眾的熱情 先從花花這邊開始好了 好 大家好 朋友們 你們好 小花花 太高了 對啊 這個略高 略高 我跟你講 我幫你拿這樣好了 沒有略高是超高 謝謝 好 另外ChunChun 哈囉 大家好 我是ChunChun 哇 兩位女神 其實大家都有很多很多的問題想要問 我們從金鐘的官網上面 收集到一些問題來代表發問提問一下 首先是新北張小姐的問題 她問說ChunChun 這麼多集的錄影下來 有沒有哪一集 哪一個遊戲 哪個橋段 讓你感覺又餓又累 趕快抱怨一下主謀在旁邊 又餓又累的部分 我想一定是每一次的第四關的大獵殺 對 對 因為每一次就是第四關 我們都會玩一些追逐的遊戲 打場面 對 但是其實前三關呢 我們可能如果像我比較不那麼幸運的 就是可能三關都沒有吃 然後第四關就要奔跑 就會很沒有力氣 是 是 是 所以其實這種大場面 通常會把大家搞得又餓又累 真的是飢餓遊戲 那問一下花花 就是我們台中羅先生想要問說 你們這七年來有沒有私心希望 想要邀請 但是一直沒有回應 一直玩具 沒有辦法來的人呢 是不是就你啊 你還沒來過耶 沒有 你加入陣容之前我有來過一次 但是我們加入後你還沒來 那可以啊 小允哥一天到晚 撬我的FBR 一天問說 浩平可以來嗎 好 下次 下次一起 我們之前也一起玩過啊 對啊 其實說真的 我今天就是來這邊跟你們重逢 有送你們一個小小的禮物 來 這邊 其實一般來講慶功會做什麼 可以花花 女生可以幫我拿下麥克風嗎 謝謝 我幫你拿 真的不好意思 沒有問題 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東西 一隻手是沒有辦法拿的 我用兩隻手 這個香檳 祝福你們等一下呢 在慶功宴的時候可以開來喝 直接送你們高級 不好意思 這個香檳是有靈性的 這個香檳的概念是 你們要表現出對得獎的渴望 才有辦法讓香檳出現 三位可以幫我數到三 一起喊 我要得金鐘 這樣好嗎 好 好 好 1 2 3 我要得金鐘 噔噔 哇 變出來 來 沒有手了 圈圈拿吧 好厲害喔 來 祝福 等一下順利 因為那個有點小罐 本人今天主持 預算不高 所以等一下 如果說順利拿獎 自己再多買幾罐 恭喜你們入圍 祝福你們得獎 謝謝 那第58屆金鐘獎節目的星光大道 馬上回來 謝謝 謝謝